我去路大乘者 直路或回路相应诸教法 实说方便说 教法里面有方便说跟真实说 大乘的有两个 就是直路跟回路的 去路大乘的修学者 一向分为直路跟回路两种菩萨 直路是直向菩萨道的 回路是先修别道 然后转路大乘道 别道就是我们讲五圣里面 人 天 身文 元解 这个是别道 先修人道 先修天道 先修身文道 先修元解道 然后再回路菩萨道 这个是所谓的别道 然后二乘的回心向大 如法伐经的开犬显示 开犬 犬就是方便 实就是真实 那么便是回路大乘的确证 就是先修身文 比如舍利弗募建人 后来回小向大 我们说的回小向大就是这样 就是原来是修小秤 就是身文元解 乃至于修人天秤 后来再回路大秤 你说是要往生进土的 那么也是这样 前面的天秤的 那也是回 它也不是直接 但是如果说你是往生西方进土的 那么西方进土基本上 就一开始就是要发菩提心的 但有一些没有发菩提心 有一些不一定要发菩提心 它就不一定是直入大乘的 那如果是依照西方进土 无量受精 这个是要发菩提心的 那么这个也可以算是直入 但是就是你一开始没有发菩提心 那先发生文 或是人天的心 那往生进土有一些并不是 并不一定是要发菩提心去的 不一定 那所以这个 这个往生进土还要看 也有直入跟回入 就是菩萨道 好 那所以它这里讲 与直入或回入相应的教法 就是实说及方便说 那么直入就是实说了 回入就是方便说了 所以法花经是开拳显示 就是三乘七乘一乘 先跟你讲有三乘 有的时候就生母 有的时候就圆典 但是实际上都是一乘 所以这个就是方便说 佛为什么不直说 直接显示大乘道 不普惟一切众生说佛乘 就是大家都行菩萨道 使佛乘道才是真实 一开始大家都行菩萨道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先方便说 身闻圆卷 人天这些呢 佛说方便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不说方便的诱话 它是不能进入佛道 有一些人怕累 怕远 怕苦 怕又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又认为自己做不当 这个事实上也很多 有些小孩也这样 就是说你做父母就在交杂 有一些跟他讲 他就勇于承担了 但有一些不行 他就畏畏缩缩 非常害怕 你一定要旁边混淡地鼓励他 然后甚至说 你其实要做到怎样就好 再把它提上去的 那也是一样 众生有很多这种根性的 他没有办法 你一开始就叫他说可以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他自己有这种能力 他也不认为他自己做得到 或是他看现在状况 他也觉得不行 所以他就没办法 如小圣的精力修正 为发觉还有不知不能不进的 就能受佛的教化回向佛道 就我们想前面发布的一心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进 他到了这个层次 他会发现到 一样都是解脱 为什么我们跟佛差这么多 就会变成这样 从大圣的修典来看 是这样 实际上也是这样 实际上这些阿罗汉跟佛 佛也是大阿罗汉 舍利佛不见的也是大阿罗汉 其他还有很多阿罗汉 可是阿罗汉有很大的差别 全部的阿罗汉跟佛比起来 我们就都说大乌见小乌 就是小乌见大乌 就是发现到说 一样是阿罗汉 佛的能力 佛的慈悲 佛的智慧 佛的神通 远远的超过一切的阿罗汉 既然都要修行 都要证阿罗汉 为什么不成就像佛这种阿罗汉 所以就在问 为什么才可以成就像佛这样的阿罗汉 那已经证了阿罗汉 那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再提升到 像佛这样的阿罗汉 像莲花色比丘尼 他证了阿罗汉之后 原来是没有神通的 阿罗汉也有分有神通跟没神通的 然后他为了利益众生 因为他后来被 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说他被阿罗汉 就困在皇宫里面 然后他没有神通 所以就有人去叫他神通 他用神通再飞出来 那就是说 那你没有神通 你就比较不能利益众生 好 那一样阿罗汉 有神通有没神通的 那我要利益众生 有神通比较容易利益众生 所以我就要去修神通 他跟其他的阿罗汉比较起来 自己明显不如阿罗汉 阿罗汉这样比 你比到最后 所有的阿罗汉都不如佛 一样 那比如说 比如说论利第一的 加瞻眼的 一样是阿罗汉 那么有些阿罗汉也不是能眼善道 他虽然正在阿罗汉 道理他都知道 他不一定讲得出来 他或者如果要利益众生 那就觉得说 他能力有所不足 他要再学习 虽然他已经是无学了 就是他烦恼都已经断尽了 但是如果要利益众生的这一部分 他明显还有不足 他能不能再学 他也可以再学 所以从大圣的角度看 那么这些人基本上 都可以再跟佛学 即使利佛目见人那么厉害 那么也可以再跟佛学 因为他毕竟不是佛 没有像佛那么厉害 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如果假设你已经到了那个层次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跟佛比较起来 还是明显有所 有所不足 有所不能 有所不知 有所不清晴 有习气 所以你看 这个两个阿罗汉 一个阿罗汉叫万波体 因为那个习气很重 吃饭吃一吃就吐出来 大家看了就 就是会毁谤他了 凡夫看到了 都一定会嫌弃他毁谤他 佛头 佛头就规定他 你看像阿罗汉 佛头规定他 你到天上去 不要在人间 那个冰陀陀佛罗坐 用神通 就是只是为了让 让这个素体藏者 这个信仰佛教 他也是好心 但是佛头就觉得你这样 会让众生误会 神通 有神通就是有修行 以得到神通为修行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所以你要补偿 你带给众生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之间的时候 你要留在这个世间 给众生种福田 你不能入涅槃 你看 一个让他不要在人间 一个让他不可以离开人间 如果不是佛 那谁可以规定阿罗汉这样 如果你不是你的能力 比如在阿罗汉讲 一样都是阿罗汉 他虽然是地 但那一样是阿罗汉 你看大家社 大家社去天上找交换波体 叫他来接级经典 交换波体就不要了 他要入涅槃了就入涅槃了 如果是佛 佛来找他 他可能就来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一样 所以阿罗汉基本上 还是会接受佛的教法 然后回向佛道 那这个在阿罗汉经里面也知道 就是舍利伯拉 目见人 其实是大家社 大家社也有时候佛也跟他讲 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其他人哪里能够想的 但是他们都是阿罗汉 基本上都是有个性 但是没有脾气 有习气 但是没有烦恼 还有他的个性 但是这些都没有恶意 没有贪嗔痴的 阿罗汉已经断气烦恼了 他不会有我慢心 不会有骄傲心 也不会有烦恼心 他就是习气 就是习气而已 所以说明显还有不亲近 还有不足 还有没办法的 而且小胜正果 正了阿罗汉果 到底生死已了 就算你正出国 你都决定要出生死 就算你只是正出国 你都决定要得解脱 所以到底生死已了 不必再为生死流转而忧虑 那么出国最多最多七次 他也一定会解脱 如果正阿罗汉 这一生晚了就解脱了 不再流转了 不再生死流转了 所以方便说是值得尊重 那么先让他得解脱 那么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那么之后再叫他回脚向他 这个是法华君说的 就是依这个道理来讲 所以方便说是好的 先有这个方便 在大圣教中也是有方便说的 叫做义方便 这个是从小圣 让他回小向大 先让他得解脱 再叫他回小向大 这个叫做方便说 拳 拳就是方便 那么这个拳 是要人家显示这个识 就是一秤 先跟他讲有三秤 你可以正生文 正元解 让他先正果得解脱 在大圣教中也是有方便说的 这个叫做义方便 就是往生净土 那么就是圣方便 书圣的方便说 有些人虽不是怨患生死的二秤更新 就只是让自己早一点离苦就好了 这个事件太苦了 我要赶快离开这个事件 我要得解脱 所以就努力修行 断烦恼得解脱 那有一些他不是这种更新 他是直接发菩提心 要学成佛的 但是也还有点障碍 因此佛说书圣的方便 以静热国土 静热色身的法门来画道 静热色身是天色身 静热国土有一点点像是天上的国土 你看极乐世界的这种描述 你如果只是去比对 跟这个北聚如桌的其实也像 北聚如桌是在这个世间算是禁土了 如果我们叫做乌托邦 就是他是属于大同世界那种禁土那一种的 清净国土 你去看那个北聚如桌 也是七重罗网七重杭树也是黄金铺帝 七宝杭树也是这样 就是那种书圣是原来印度人传说 比较一个殊胜的地方 快乐的地方 幸福美满的地方 只是极乐世界 一样用这样的一个方便 但是再多一点法 就是说他有这个所谓的 有法有三宝有佛有法有圣 那重点是有法 有诸善善人聚会仪穷 这个是比较殊胜的 跟北聚如桌的不太一样 不过他的诗色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的国土的这些环境的庄严 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说以禁乐国土 跟禁乐色深的法门来化导 这个就是先与玉钩籤 后令入佛寺 这花花青的先引起他的喜要 让他先到那里去 以乐得乐的法门 或是以欲止欲 那么如真人往生禁乐国土 也就不必再忧虑推动 那这个跟前面的 你先得解脱 不必再忧虑生死流传 那你深造这个极乐世界 那其实禁土有很多种禁土 那你说流行的大概就是极乐世界的禁土 那极乐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 第一个都不会退到三二套 第二个他到极乐世界去 那一定会证无声法人 证了无声法人 那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证出国 或是证阿罗汉 有两种说法 那就算说他等同于证出国 那么他也就是 他也一样不会怎么样 不会退转 而且证无声法人 第一个一定是 他就都不退转 阿比巴志 不退转阿罗汉 你不会再退转到小乘 那不会退转到凡夫 那所以 而且也一定 一定可以成果 所以也不会 也不会就是六道沦迴这样 生死流传也不会 所以他说真能够往生到禁乐国土 清净安乐的国土 所以就不必再忧略退转 在佛菩萨的教导上 可以发菩提心的入佛道 所以你在那里 因为有诸善善能 而且他是大声不共性的 就是你本来就发菩提心要成佛的 所以极乐世界有两种 一种就是直路的 就是你发菩提心去的 一种是你正阿罗汉去的 所以阿弥陀金讲 这个极乐世界有非常多的阿罗汉 那这个就是回路的 再去向佛学习的 这个直路的就是 你凡夫往生到那边去的 他本来就是发菩提心要去的 那无量作心是发菩提心的 还有他方 他方国土的众生 回想向他去的 如果依净土法门的经典来讲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在佛部罩的教导下 发菩提心入佛道 真人修得禁乐设生 也可依此天设生 生修圣慧 那这个是密法里面的天设生 所以前面讲就是密教跟禁度 密跟禁这两类 基本上是我们说方便 易方便 圣方便 一个是叫禁乐国土 一个是修成禁天设生 那么再从天设生里面生修圣慧 所以佛出人间而教化人类 所以本意在吉人称而向佛道 就是戴曲大师说的吉人称佛 那么其实是以人而成就的 并不是说先到哪里哪里 然后再成就 本意是这样的 但为了适应众生不能不善私方便 那每一个众生的这个能力 他的发心 他的智慧不一样 烦恼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还必须这样的方便 莫为厌苦根心 说依生闻醒而回路大圣的教授 那么比较厌苦的 那么就跟他讲解脱道 那么等到他真正得解脱道 再跟他讲你要发谱的心 这个就是法麻星说的 那么这大都是智慧真上 重于智力的 就是智真上的 我们这都法行人了 成为欲乐的根基 说依天性而入大圣的教授 这大都是信任真上的 重于他力的 所以逆跟近 基本上是偏重在信 信真上 然后修解脱道的 修小秤的这个 偏重在智真上 但是这个都是回路的了 如来双开全食二门 这才能使一切众圣同归佛道 这个在讲大乘不共法里面 这个菩萨的两类 直路跟回路 大圣的教法有所谓的实说方便说 284页 这边有一个图 就是直路跟回路 然后还有一声闻行 一天圣行 一人圣行 入佛道的 有智 信 慈悲 然后同归佛道 就画了这个 底下就讲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有佛性 理性亦行性 出以习成性 次以信成习 那么以示代休息 一切佛之皆成 这个季如果没有解说 其实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 一切众生有佛性 这个是我们常常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为大圣佛教重要的教措 是一切众生同臣佛道的原理所在 那问题是一切众生我们知道了 问题是什么是佛性 那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单单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来说 就是一切众生佛性 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没有 那还有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也要分别讲 一切众生就算皆有佛性 也不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如果我们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佛性先说成 比如说波勒经的 一切把无自性 空性 它就是佛性 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一切众生 如果这个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成佛的可能性就是佛性 那么假设是这样 那么也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就是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成佛 不代表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这个要分开 那么但是到法法经里面讲 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一生 那波勒经就不是这样 波勒经真是说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成佛 但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有些正的阿罗汉就不能成佛了 当然从法法经来讲 这个叫做方便说 正的阿罗汉还可以回小向大 也还是会成佛 因为佛一定会告诉他 还要再发普及心回小向大 这个是法法经说的 如果是波勒经就不是 波勒经也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一切众生平等 都有成佛的可能 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但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 比如说这里讲 那什么叫做佛性 先来讲这个 所以他说这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原理所在 什么是佛性呢 可有两个意义 这里讲就是佛性的两种意义 一个伏性是佛的体性 如黄石中有金性 白石中有银性 黄石就是金矿 金矿就是这个石头里面有黄金 叫做金矿 叫做黄石 因为有金矿的石头看起来就是 有金的颜色黄黄的 那么有银矿的石头里面 它就有银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就白的 黄金白银 所以白石 其实就是银矿跟金矿 金矿中有金 银矿中有银 铜矿中有铜 铁矿中有铁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众生虽在生死迷惘中 但不是没有佛的成分 这个又有两个 一个就是他有佛的成分 一个就是他就是佛 只是外表覆盖灰尘而已 这个如来藏说就是 他说的又不一样 那不是有矿这种概念 是比较像韦士的说法 韦士就是说 好像在金矿中 你等要练矿 把那个渣仔去掉 不好的去掉 只留下那个金 练矿成金 练这个金矿 然后确取那个金 那如来藏的就不是这样 如来藏是 你那个魔理宝珠 那个就是佛性 互上灰尘 你把灰尘擦掉 恢复到原来本来面目就是 所以他的众生本来是佛 讲的是这个 但是这里讲的就是佛性是 就是有佛的成分 就是佛那种体性 佛是什么体性 然后智慧 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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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精进 大永满 大慈 大智 大雄 大力 就是这些 这就是佛的体性 圆满 清净 那么智慧 究竟 无上 如矿中有金性 所以可练成黄金 如果这个矿里面没有黄金 怎么练也练不出来 一样嘛 你铁矿练不出黄金出来 就算金矿也练不出白银出来 所以说你这样修行 它的意思就是说 众生修行可以成佛 已经是原本有那个体性在 比如说释迦 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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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它可以成佛 如果它的本性里面 没有这种佛性 那它怎么样也成不了佛 就好像你如果要取油 你从这个 你从这个花生 从芝麻 不管它多小利 你都可以榨出油来 只是多跟少而已 你如果从铁 从沙子 从石头里面 你就是一整三个石头 也榨不出一颗花生的油 你把一三个石头拿来榨 都榨不出一颗花生的油 为什么 这石头里面没有油 这花生里面有 所以你要成佛 你不管练多少结 修多少结 你可以成佛 那肯定是有那个佛性在 有那个佛的成分在 那个体性在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 他说 就算矿中有金性 可以炼成黄金 如没有金性 怎么也炼不出来 当然 这是一般的说法 他说 在科学进步的时代 非金属的物质 化合成同样的金属 就是说 你不是黄金 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改变物理的性质 它变成黄金了 这个是导师从科学上来说的 那这一般的说法 它就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 你这个矿里面没有金 你是不能炼成金的 福性说也是这样 众生本有佛的体性 或说众生本有如来的圣德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智慧得性 那就是说本来本有了 那么 相好庄严 或说众生本来是佛 所以 你像观众生经也是这么讲 一切众生 他的心都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所以你念佛 想佛 那就可以成佛 那么 所以修行就可以成佛 这一本有佛性的教授 确实是一般人容易信贱 就这样讲 大家比较容易 就容易了解 相信了解 也成为佛法中最通俗的学派 这个 这个基本上如来当中是这么说的 或是为世里面也这么说的 好 阿拉耶里面有无弱的种子 有成佛的种子 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这个是第二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佛性是成佛的体性 原有的体性 第一个就是成佛的可能性 也就是成佛的因缘 但这是佛性的生意 所以波勒军就是讲这个 就是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有些人是不义信贱的 到底是什么是成佛的可能性呢 这个像法华军说 诸佛两足尊 知法禅无性 佛懂从缘起 事故说一称 这可以方便分为两种佛性 就是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又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理佛性 一个是行佛性 诸佛两足尊 这个是佛 是慈悲跟智慧 都圆满 这是一种说法 两足尊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足就是满足 圆满具足 叫做满足 圆满具足 慈悲跟智慧圆满具足 这个叫做两足 另外一个就是人类 是人当中 人天当中最出胜的 那个也是两足 所以两足有的时候只能 有时候两种圆满具足 两只脚 足就是两只脚 两只脚就是子能 人天中最尊贵的 这是人天师 人天中最尊贵的 其实就是一切众生中最尊贵的 佛知道 一切法都无自信 就是本无自信 常无信就是本无自信 那佛种 从圆起 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但是你一修行 那么努力修行 就可以乘佛 有因有缘世间起 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因有缘可以乘佛 从这里 那么世故所以称 所以说 从这里来讲 唯一大称 唯一佛称 好 底下导师就在解释 说 分为两种 礼佛性跟行佛性 礼佛性我们比较容易知道 礼上说他众生可以成佛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行佛性 这个行就是修行 虽然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但是必须透过修行 他才能成佛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但是不是一切众生就是佛 他必须透过修行才能够圆满 就算是如来这样子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也要透过修行才能够显现出 他本来面目 他还是有行佛性的这一部分 所以俄佛性 他说两种佛性就是礼佛性跟行佛性 他是印度就说 那么现在依中观益说 那什么叫做礼佛性 像天台就讲六集佛 礼集佛 礼上就是佛 礼集佛就是透过 慢慢修到旧庆集佛 所以这后部分 后面这一部分就是行佛性这一部分 透过修行 观想其佛 就是你去观照 然后你慢慢慢慢 达到旧庆 所以他说 什么叫做礼佛性 一切众本 是从本以来无自性 从本以来 这个常就是从本以来 常无性就是本无自性 从本以来无自性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你观察后 他才无自性 也不是你透过修行之后 他才无自性 他是本来就无自性的 也就是本性空己的 法法常无性 就是知法常 知道一切法 就是知道诸法 就是每一法 就是法法 每一法都是这样 所有的一切法 法法就是一切法 都是本无自性 他底下有一个瓜文说 古人别说 常跟无性 什么是常 什么是无性 这个是符合山地的解说 天台的 天台讲山地 空甲中山地 中是中道义 但是他不知道是 看了哪一个著作 我一下子也找不到 这个是哪里的 他说古人就是古大德 古代的大德 注解 注解这个法法经 知法常无性 别说常跟无性 对照天台的山地说 但是 意思就是说 这种说法是 复合天台中的说法 其实现在依的是中观的说法 依中观的说法 法法必尽空 这无性即空 空即不生命的法性 可称为佛性 就是说 什么是佛性 就是法性 佛性就是法性 法性是什么 法性就是必尽空性 那必尽空是什么 其实就讲无我无我所得 无我性 无常性无我性 所以基本上是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尽 你也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他就是空 不生灭的法性 这个称为佛性 这个就是佛性 那因为 如一切法是有自信的 什么叫自信呢 自信就是 他一直保持那个状态 很常独一自主 那么就是他不会改变 他一开始就是这样 也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信空 就是他不是无自信的 他是有自信 有自信就是 他这样就这样 他不会改变 那如果是有自信 那我们众生是烦恼的 我们有烦恼 那我们有生死 那也不会改变 如果有自信 那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就会一直生死 那么人有人性 那么他就一直做人 狗有狗性 他就一直做狗 那么他现在的人性 这是他现在做人 呈显出来的 那么这个是因脸有的 因为他做人 有这个人性 他的做狗 就变成狗性 就猫就猫性 就猫的性格 但这个性格 不是一直不变的 自信是一直不变的 一直不变的 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不会改变 那人就一直做人 狗就一直做狗 猫就一直做猫 凡夫就一直是凡夫 他不可能成为圣者 更不要讲成佛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一切法是有自信 那不是信空的 就是不是无自信的 那么凡夫是死有 那将永远是凡夫 砸懒是死有 将永远是砸懒 那烦恼有自信 那么你的称认心 他不可能消除 因为他自信有 自信有他不可能消除 他不会透过 因缘有他才会消除 透过因缘 因为你是条件而有的 所以这个条件不存在的 你就没有了 那他不因为你有没有 他就一直在那里 他不会消失 不会增加 不会减少 他一直保持那个状态 只是你看见看不见而已 就好像太阳 这个一直在那里 但是太阳只是缘起的 只是我们比喻 太阳一直在那里 你现在看不到太阳 并不是太阳不在 只是因为你转到太阳的另外一面去 所以你看不到 那等现在转过来 你会看见了 所以你才能天天看见 是因为太阳一直在那里 那这个房子在这里 那也是 那它一直在这里 它没有改变 所以你时间到了 你就来上课 你就走那条路 你就能到这里来 如果它不断再变化 你就不能到这里了 那如果说我们烦恼有自信 凡夫有自信 那么你就一直是起烦恼 一直是凡夫的 所以这一些 你就不可能成否 所以陷起的不能转入 因为它不是因为有 它是自信有 没有陷起的不能转有 你本来没有的你也不能变有 你本来有的你也不能消失 这个就是自信 这个就是自信 所以那就是什么 无可断的烦恼 无可修的道 也就不可能成佛了 你要断烦恼 那么修道你才能成佛 现在你断也没有用 也断不了 修也没有用 修不成 因为自信有 自信有不是缘起有 所以这个有 有都是有 但是是自信有 缘起有的问题而已 如果是自信有 那你修是没有意义的 也有一派 印度也有人是这么说的 他认为解脱是有的 有的认为有解脱 有的认为没解脱 好 认为有解脱的这一部分 有一派是认为 解脱是自信有的 时间到了大家都解脱 时间没有到 你怎么修也不会解脱 也有这么认为的 时间到了 因为他不会改变 他不会透过你 你在怎么用功不会改变 不会让你提早解脱 有一些认为没有解脱的 所以你怎么样都不可能得解脱 你在怎么用功都不可能得解脱 就好像有一些强调 有一些强调 这个佛性 成佛的这种种性 是本有的 如果千佛来加持 你修了几大阿尊奇 也不少到你也不能成佛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成佛的种性 类似像这样 所以假设认为你本来没有 或是这些他本来就决定是这样的 不能透过任何的因缘改变 外力改变 那么你就能改变 他没有办法被改变 那个叫做自信 那么缘起的就是说 他不决定是怎么样 不同的因缘就形成不同的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特性 那么这些现在显现出这样的特性 他不是决定的 他只是因缘有的 各样的因缘他才形成这样的性 让你看到是这样 但他不决定是这样 如果你给他不同的因缘 他就会做改变 那这个叫做缘起有 跟自信有不一样 缘起有是恒常真实不变的 那自信有是恒常真实不变的 那缘起有是 因着因缘条件不断在改变的 你给他这个条件 一直是这样 他就保持这样 你哪一天条件变化了 他就不再这样了 你给他不同的条件 他就做不同的变化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所以他讲 如中论讲 好在一切法都是空无信的 才能转揽成性 揽有自信 尽有自信 那你就不可能转揽成性 转迷成物 转返成色 一般就是这三个 那么转揽成性 就是把烦恼变成清静 把这个迷思变成觉悟 所以我们一般 从烦烦烦恼过生活 变成清静的过生活 把烦恼转成清静 那么把迷迷糊糊过生活 转成觉悟的过生活 那么把这个迷糊 这样你就能够转返成圣 就是把六道轮回 转成我们不轮回 仿佛就是起烦恼 造恶业迷失了 所以一直在六道轮回 那么圣者就是清静的 转揽成性 转迷成物 然后才成为圣者 那么能够利益众生 自利利他 自觉觉他 此法空性 就是可凡可胜 可揽可敬的原理 这个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这样的法性 所以它就是可能成佛的原理 所以这里来讲 依中观音来讲 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 成佛的可能性就是 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一切法无自信 因为一切法无自信 所以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 那也是说 前面讲佛种从原起 到底是怎么成佛的 因为原起 原起就无自信 所以就可能成佛 所以说 以有空义故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义者 一切则不成 这个是宗论里面的一个计 因为 就是因为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无自信 我们把它叫做空 我们把它叫做空 有时候 或是直接叫做信空 无自信空 或是空信 或是信空 或是无自信 或是无自信空 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 其实都是在讲这样的道理 因为无自信 因为空 所以一切法才得成 有因有缘世间情 所以这是空信 为佛信的生意 所以佛信是成佛的可能性 成佛的可能性 就是空信 因为空信 才有成佛的可能性 其是这样 那空信就是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无常信 无我信 其是这样 那也因为无常无我 才可以得虐反其信 同时 法空信 虽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 所以法信 法信 就是一切法皆无自信 也叫做一切法必尽空信 他就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 因为一切法都无自信 那有因有缘就有一切法 所以六道众生也是这样 始法界也都是这样成的 空信就是圣义 是悟而成性 一而起敬的法信 就是你悟了这个无自信 你就能够悟了这个 悟了这个缘起 无自信 你就能够成什么 从凡夫成为圣者 那么你依这个缘起 依这个空而转染成敬 那么你就能够从凡夫变成圣者 所以这个就是悟而成圣 依而起敬的法信 悟缘起而成圣者 依空意而转染成敬的法信 是这样 实为成佛的要因 这个就是我们觉悟 佛就是觉者 觉悟的人 那么菩萨道只要像佛那样 这种觉悟是慈悲跟智慧的圆满 无上的觉悟 所以我们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这种觉悟跟身闻的不太一样 但是身闻的觉悟也只是悟到缘起的 只是他的成就有点差别 所以他说这虽是骗一切法 而与弥妄不相应 而与无弱尽得是相应的 一切法有弥有觉有弱有这个懒有这个尽 但是这个空性是与弥妄不相应 而与无弱尽得相应的 所以为了引发一般的信解 方便说此法空性为如来藏 为佛性 其实就是空性 从中观的道理 菩萨经的道理来讲 佛性就是空性 佛性就是法性 所以朋友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才会讲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 因为你跟这个迷妄不相应 所以你不能见到那个佛性 所以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得 其实就讲这个 所以他说法空性是骗一切一味的 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连这支笔都是缘起的 这个黑板是缘起的 我们今天来这里上课也是缘起的 所以他是骗一切法的 于一切众生无差别 那一切众生也都是缘起的 所以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什么叫做行佛性 这个是礼佛性这一部分 因为他把佛性就是我们讲 礼佛性跟行佛性 礼佛性就是礼上讲 一切众生都是无自信的 一切法 一切众生都是无自信 因为一切法都无自信 也因为这样所以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那行佛性 这个行就是修行 礼佛性是礼上 一切都无自信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但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不是说一切众生都已经成佛 都能成佛 都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而已 有可能 但怎么样把这个可能变成事实呢 理上讲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总统 是不是 只要年满 年满20岁 做总统的条件 以来讲 年满20岁 然后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照理来讲 在台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总统 就是你要 只要聚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都可以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年满幾岁以上 但是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可能变成事实呢 理上讲 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性成为医生 不是 不是 問題是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真的成为 egy生呢 这个就用逼通通過什么 通过修行 你要去积蓄这些条件 所以一休息發心而成為成佛的陰性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行佛性 如唯士說 這個唯士就是色大聖論裡面說 他說一法界等流的文勳息 成為成佛的種子 那法界等流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先講這個唯士這一句 這是色大聖論說的 色大聖論裡面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問題 那麼一切眾生都是誘到輪迴的 都是藍污的 那麼如果是因為唯士是講種子的 要有那個種子 那麼照理講 那麼你是藍污的 那藍污的怎麼可能生起 因為阿萊污是雜染的 那麼雜染的怎麼可能透過 怎麼可能後來成佛變成親近的呢 就是說他原來都是雜染的 阿萊污裡面都是雜染的 雜染相應的多 那麼他怎麼可能變成親近的呢 他是怎麼變成親近的 他就說是依法 這個是依色大聖論裡面的 他就說依法界等流的文訓形 那麼我們先講這個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他是透過對於這個實相 對於這個緣起的道理 不斷地文思修 文思修 那麼成為成 就是漸漸漸漸漸透過修行 然後開始拒絕這個因緣而成佛的人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法界這個概念 這個要下一節再講 法界這個概念 那這裡的法界指的就是實相 實相 就是我們講的空性 那就是佛陀在菩提樹下 贈得這個緣起 見到這個緣起 然後把這個緣起 這個就說法界 法界就是實相 就是空性 把無我性 把這個告訴大家 那麼我們先講這個法界 這法界有很多種概念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常見的 是法界 法眼的四法界 這是法眼經的 法眼中的四法界 他是講理法界 四法界 理 先講是 理 不是 先講是再講理 是就是一切法的一些現象 一切法有各式各樣的差別 比如說花 佛像 電燈 人 各式各樣男的女的 美國的啦 美國的啦 貓啦 國啦 一切法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差別 那麼理 那麼這些差別裡面有他不變的那個理 好 那他再講到 所以他的叫四法界 理法界 有四種法界 有四種法界 還有所謂的理事無外法界 然後事事無外法界 我們先來解釋法界 再來解釋法界等流 因為這個名詞看起來好像很熟 但是其實大部分人不是很清楚 他在搶些什麼 然後這是華元經的 華元經的四法界 那麼天台的 天台的 這是選手中的 華元中的 天台的有四法界 他的概念又不一樣 四法界是什麼 六凡四聖 就從眾生來講 六凡四聖 他把這個叫做十法界 六凡就是六道 天人 阿修羅 第一 二個畜生 這個第一 畜生 鬼 阿修羅 人 天 這個六凡 還有四聖 身文 圓卷 菩薩 所以概念不太一樣 身文 圓卷 菩薩跟佛 把這個叫做十法界 十類的眾生叫十法界 那秘教 秘教的法界是六大 六大法界 地水满風空式 不太一樣 秘中的 有六法界 他所謂的六法界就是地水满風空式 以這六大為六法界 但是這裡說的法界 又不是這種概念 因為時間到 我們下次再詳細講好了 因為這個我們要先解釋這些法界 還有法界等流 再來提到這個所謂的因修行而成否 因為這個可能要引用一些導師說的話 這一個也寫不完 所以我們就下次再講好了 講到維世 依法界等流 大家合掌迴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佛道 皆共存佛大